只要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就是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联络的信号 你只要念念不断 这信号就通了 就接上去了 真接上去 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没有时间 得要信得过才行 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 庄严 哪些庄严 我们把它念一念 讲解留在后面 幼金中 荣色光耀 不可胜世 试试你看 那个地方 风景之美 你看不尽 无量光阴 照耀无极 极乐世界 不需要日月灯光 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光 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放光 光明世界 而且这个光都是火 都不刺眼睛 清凉 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形容月光 月光 人人人都卖 它不热吗 太阳光太热了 那是火球啊 西方极乐世界光明 是多彩的 是清凉的 是清凉的 焦乐是网络 网络装饰 普遍的装饰 明妙无比 花果横方 光明照耀 花 不屑的 古 不会变 它是植物 植物在我们这个世界 由生猪一灭 啊 极乐世界 没有 为什么 生猪一灭 是变化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化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又忘念 又分别 又止住 所以 动物 又生劳定死 植物 又生猪一灭 旷物 又沉住坏空 这佛家讲四项 四种现象啊 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 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纵然是 得也往生 由阿弥陀佛 愿力 微神的加持 在极乐世界 找不到 妄想分别知着的云 你阿列耶特 虽然有阴 就是 你有这个习气 没有云 习气 发不出来 不起作用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生 老定死 所以花草树屋 永远 长青 过时 永远是熟的 你可以 采下来吃 过时 永远不会变坏 这都是 不可思议的 壮业 随风飘浮 流水 云水 流分 这是讲 空中的花 无量光明 倍浅妙色 席界巨足 这个世界 每一步顺手 奇 奇妙真意 周边交世 光色黄药 极尽也离 奇妙真意 是我们 无法想象的 在极乐世界 你到处都能看到 教室 是装饰 我们今天讲的 不知 闲心 必复世界 巨足 庄严 周边 其过 是庄严一词 所憨 教师之意 这是经上 这些句子 揭露在此地 说明 庄严两个意思 一个是教师 一个是巨德 这个是 我们今天讲的 庄严 说明这个意思 那至于巨德呢 巨德者 则如今中 第九品 第九品中 如实安住 居足 庄严 第九品是 圆满成就的 经文里头 有如实 安住 聚足 严 那么这些 谁去布置的 谁去设计的 这都是 极乐世界 没有人设计 也没有人去 做这些工作 完全是自然的 这个境界 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是 在经上 佛说了一句话 自信 发而如实 这是信的 圆满的信心 绝对不是人为的 极乐世界有 我们这个世界 也有 就在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很奇妙 父母生下来 出生的时候 你看外面 眼儿鼻涮身 里面五脏六腑 什么人设计的 什么人制造的 这就在眼前 眼前这个问题 你怎么不怀疑呢 你怎么去怀疑 极乐世界呢 眼前这个事情 你看确实不可思议 我们也可以用 佛的一句话 自信 化而如实 没有人设计 自然就是这样 极乐世界 如实 极乐世界 没有人设计 那里头没有设计 工程师 也没有装潢 这些技术人员 没有啊 每一步伸手 再高明的设计 所得以后 也设计不出来 这些奇妙的事情 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明心 见信 就知道了 忽然 大悟 那怎样 才能明心 见信呢 在经上 讲的很多 放下 妄想 分辟 之主 你就见到真相 变法界 虚空界 的真相 于是大悟 见到 驻法 舍相 就是大拆道 就是明心 经界心 我们在这个世界 业障太重 我们自己心里清楚 在这个世界 修行 要想达到这个境界 不可能 没那么长的寿命 所以佛叫我们换个地方 用现在的话说 移民 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需要条件 是得心 不需要带财产去 你生活所需的 一样都不需要带 那个地方 远远漫漫 需要条件就是 幸运行 你真相信 真想去 真肯念佛 只要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就是 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 联络的信号 你只要念念不断 这信号就通了 就接上去了 真接上去 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没有时间 得要信得过才行啊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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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